大饥荒说了这么多,还有一个问题,就是当年灾难如此严重,为何没有人再次起来造反闹革命? 整个一部中国历史,每一页都有造反的痕迹。 大饥荒时代,灾情同样严酷,为啥就没有农民起义? 其实,当初也有一些人试图造反,只是数量很少,可以忽略。 一个观点是,国家控制得太严密,大家没有造反的机会。 另一个观点是,当时大家都饿得不行了,没有力气去造反。 还有一个观点比较新颖,就是当年的农民有负罪感,因为土地是从地主夺来的。 这几个观点,各有各的道理,仔细分析一下,似乎都不那么严密,好像还缺了点啥。 你觉得呢?欢迎留言发表你的见解。